为了促进大专毕业生的就业率 行政院推出了企业实习方案 但是从4月份上路到现在 媒合率只有三成 大约只有一万名大专毕业生顺利进入职场 有企业主认为 现在的程序实在太过复杂 要一所一所学校去申请 等待的时间也长达三个月 而获得机会进入企业实习的毕业生 则非常担心 一年之后如果不能续聘 到时候还是实业 两年前毕业于台科大的黄小姐 一直找不到固定工作 4月份申请企业实习方案 在日前被通知录取 这个月中开始上班 但整个过程并不是相当顺利 像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就是做业务的工作嘛 可是就是会有不少工作 就是都关于业务 然后他们都会一直找你啊去面试 同样花了两个多月 经过繁杂手续完成申请的邱小姐 也将在下个月开始在广告公司 当业务助理 虽然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但企业实习方案的薪水 两万两千元 他觉得太低了 那大家都知道 以前也以往都是两万八 那突然变了两万二 我觉得要一个 就是堂堂也是个大学生 他就是在大学过了四年 然后你叫他就出来 好像可能跟高中生一样的薪水 可能大家都没办法撑住这口气 政府为了救失业率 推出企业媒合方案 6月下旬 原本只有1成6的媒合率 到的上星期 教育部宣布突破三成 但距离行政院长刘兆玄 所说的7月底9成的目标 还有一大段距离 企业主认为 申请程序太复杂 有心想配合也未必如愿 在每间学校超几百间的话 光是要招募这样一个两名的大专实习生的话 如果我每间学校都要申请的话 你像我光是花一年的时间 就是光在就为了要招募这两个实习生 那我们去荣华科技大学去申请的时候呢 当然没有很快啦 一个礼拜就给我们的回复 就是我们资格不复 事出三万多职缺 到目前进入企业实习的大专毕业生 只有一万多名 想找人的企业和想找工作的毕业生 却没合不到 政策美意大打折扣 记者张金 蒋龙祥台北报道